昨天晚上我们在这个房车银屁 50块钱一天 对我们来说我感觉价值不高啊 燕子昨天洗的 还没有干 我现在把这个贴木收起来 等下把车洗一下 感谢观看 好了我们今天要离开乐山了 我们在离开乐山之前 我们去公安局出入境中心 是吧 去给燕子办一张护照 因为我们要考虑出国 燕子的护照已经过期了 所以我们离开之前去办一下 找老板你也没找到 请选择护照按照内敌 我前进尼泊尔 尼泊尔吧 请选择屏幕上面摄像头进行人相抬积 怎么说 就是说我这是异地办嘛 就他建议我们去回江苏 户口锁在地板那方面一点 顺便短一点 那我们在异地办的话 不办是可以办的 但是比较麻烦 可能要会多个二十几天 才能拿到证 我说我那个护照过期了嘛 我之前那一本护照过期了 他说过期时间太长了 好了 我们现在去和队友会合准备出发 然后我们从那个进口和高速出口下 下了我们就走过道了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了 朋友们 我们现在和小丁在金口河会合了 在大山里面 你看 山特别特别的高 一下就特别的凉快 这边已经开始有点下雨了 然后现在跟朋友们说一下我们接下来的一个路线 昨天晚上我们研究到了很久 很晚 然后终于决定下来了 把地图拿出来 我们现在的位置在金口河 然后接下来会去汉原 然后一路到西昌 西昌下来之后我们就到卢姑湖 卢姑湖完了之后我们有一个穿越路线 我们要去在哪里 在这里 宝山石头城 这条路非常的烂 然后很多越野车都非常困难过去 所以我们这次决定看一下路况到底怎么样 所以我们决定要去一次 宝山石头城 然后完了之后我们就去丽江 丽江 然后去玉龙雪山 然后去香格里拉 然后我们就去芒康 到了芒康之后 我们就一路318走到拉萨 然后拉萨在那边好好休整几天 然后接下来就去日卡泽 往后藏去了 然后我们去珠峰 珠峰之后去吉隆沟 吉隆沟 这里有个中泥口岸 我们就从这里把房车开出去 来燕池过来点 好 看他们摟的 我们也摟一下 好 接下来的路程非常的艰辛 对 一路上肯定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但是我们两辆车就不会害怕了 今天我们第一站先去哪里 金口河 金口河 大峡谷 那里面的风景特别的漂亮 接下来我们会用无人机给它航拍 来来我们出发 出发 我是阿伟 我是小丁 我是小琴 我是叶子 不离不弃 不放弃 冲 冲 感谢观看 前面加油站停一下我去加油 7块2毛3什么时候降的 今天晚上降了还没降呢 晚上再降降多少啊 降到7块1毛8还是7块1毛几啊 哦那怎么办那先加200明天过来加哦 可以加200了 刚刚那个驾鱼站那个小姐姐特别好 她说我说加板 她说你要加满啊 今天晚上要降价啊 我说要降价啊 是呀 后来我就加了200 那天就挺好 我刚才吃加板 这人80%都会 这小姐姐特别淳朴啊 一般都会让你加满增加营业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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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在录影 不错 这里面还要宽一些 里面没人过来 我们的车长 今天的车都白洗了 那边一排 那边三辆都是床车 在这边露营的 这个位置可以 你看这个江边 风景特别美 对面的山 早上起来就可以看到这个江 真的好美 一打开 两个小家伙在这里玩就宽敞 哎呀 这下宽敞 白万 是吧 宽敞了吧 这下宽敞了 今天我们要把那个 这个车里面的狗龙 把它拆了 其实白里已经有很多天 很多天没有睡那个狗龙了 因为他睡在里面 他不习惯 一直要咬狗龙 然后叫 然后我们就让他睡在车里面 车里面呢 第一天晚上呢 他是拉尿的 拉在车里面 然后跟他教育之后 就到今天没有拉锅尿 在车里面啊 你几乎不在车里拉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正式把这个笼子拆掉 以后自由了啊 在车里面啊 窝窝就在卡桌底下 听到没啊 嗯 睡觉 养了百里之后啊 就不用坐布了 否则的话 底下这个狗窝呢 就挡住了 然后用那个坐垫呢 就不会挡到 我先把这个坐布裁一下 手工活越来越厉害了 你看 你自己看 你能不能谦虚一点吗 不 裁的整整齐齐的 你看 他们的晚餐做好了 现在给他们切 胡萝卜 然后鸡蛋 还有那个素菜 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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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脸 做好 不要调皮 他这是摸不得要去摸一下 我一次性给他们煮了两块鸡胸肉 把它切好了 放冰箱里冻着 然后他们可以吃两三天 这是院子自制的狗粮 胡萝卜 青菜 还有鸡胸肉 这里面可以吃个好几天 对鸡蛋一天一个 嗯 我这鸡蛋有点烫 好烫 那么冷冷 他烫了 刚出锅的 白脸要多一点点 白脸要增肥 长身体 一个减肥 一个增肥 每次要干饭了就开始兄弟弟 咬弟弟 要反省你知道吗 拔下 这排骨好漂亮啊 嗯 全是纸排 给点盖子 冷水下锅炒 饿了 真的饿了 今天 一块一块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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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老抽筋生成 鸡蛋 这个放不住 要快 好了下菜 这个 这个 辣椒和配菜 配菜 挺色的 太有食欲了 配猫 一锅炖的话 又损食 损食 同时可以吃到好多菜 哪里不冷 你东西了 外面上了雨 我们在车里面吃着火锅 好久没说那句话了 生活不过如此 开始 吃个上面有鱼味 吃个 把这骨头里嚼烂了 现在吃完饭 把床铺一下 准备睡觉了 赶了一天的路 今天晚上可以睡个好觉了 外面滴滴答答 滴滴答答 就下着雨 听着雨声睡觉很治愈的 很想吃